投资长你今天的标题好耍动喔 台积电法说太好 明天台股会爆充200点 可是在我们讲话的同时 台子期是跌的 明天真的会爆充吗 台子期现在跌大概快50点 真的会爆充吗 我们刚才直播的时候 居然哲哲线上直接直播的时候 边操作棋子 告诉你怎么赚钱 哇这奇迹式的操作 而且现在跌了 还会不会拉起来 为什么哲哲这么有把握 台积电法说发生了什么内幕 可台积电法说却预告告诉你 资本支出不会增加 那些资本支出概念股 鸿康也好 鸿朔也好 吸引也好 万能也好 明天会通通跌吗 这还有一些其他老AI概念股 怎么看呢 所有标股介绍 通通在今天荣耀华尔街 一定要看 大家好欢迎收看荣耀华尔街 我是主持人Coco 今天是4月18号 台股上涨87点 收在20301点 市场关注美国正在进行的财报公布 以及受到联准会鹰派消息的影响 台股 美股是震荡收黑 也拖累台股今天开低 最低点达到了2057点 但是在钢铁光电航运股等逆势走扬 台积电回神反攻 电子股跟着翻阳之下 台股回到了20300点之上 今天的高低点相差了300点 后续盘式解析 我们交给经济日报 选股冠军记录保持者 同时也是全台湾LINE 粉丝人数最多 也要讲座常常爆门 最受欢迎的分析师 郭泽荣投资长 头长好 Coco各位同朋友大家好 头长好 今天讲话同时 刚才台积电把说 哇 刚才台积电把说很刺激 今天有个大力多 大力多 明天台湾股市可能会涨200点以上 哇 先给你预告了 好 那先来 你今天为什么穿兔子 你来解释一下好了 因为果然结算日渐转折 我今天扮演可爱的小兔子 因为蹲的越低 跳的越高啦 真的是结算日渐转折 那我们的标股志源是连三涨 今天盘中也是上涨了接近4% 还有我们的小红海化汉 今天盘中也有接近3%的涨幅 世界也有2%的涨幅 另外就是我们的新云第二 宏康了 昨天才开牌 今天再创7个月新高 真的是太强了 但是呢 刚刚投资长有提到台积电的法说会 诶是什么消息 可以帮我们解读一下吗 台积电法说会 刚才先跟大家讲 所以台积电法说会 等一下应该有机会 就是一个利多 等一下3点嘛 现在几分 2点49分嘛 对不对 对 2点49了 2点49分 有没有看到 2点49分 这边是非凡的 我刚才比如说我留言 我爱大家 刚才蛮多人回我的啦 嗯 好不好 我要走了 我在直播中 看不懂理我 应该有啦 好这不是重点啦 2点49分 看一下这边 好不好 折粉站出来 2点49分 等一下3点 等一下起过可能会拉起来 好不好 好不好 起过可能会拉起来 为什么起过可能会拉起来 好不好 现在没有是不是 没有折粉 那我要跑回我这边 给我点面子 来先看一下 这边 直播的 他们可能都要有这边啦 那这边折粉站出来 站出来 有 折折最安心 头掌厉害 果然结算见短折 我买五口大台 希望继续喷 我爱大家 折折要走了 刚才从那边走出来 我看这边有没有 有 换去折折那边听中文的 没有错 我帮你解释 这是非凡的频道 好 因为这什么 这是那个连线 这个是 有没有 这是这个 我刚才可能为人家讲话 好不好 这是非凡的 那我看直播 折折回来了 有没有看到 谢谢大家 玩了折折力气 有人讲我折折 我怀念你 有人讲我 919怎么样 所以你看 没有听过折折怎么样 这是非凡的频道 没有听过折折的 这非凡现在直播 台积的法说 没有听过折折的 你一定是古字菜鸟 去哪边 讲折折两个字 一定听过 你没看过我这个人 一定听过折折 一定听过 一定听过 相信折的世界 明天至少200起跳 明天有机会涨200点 好不好 明天有机会涨200点 所以这个话说回来 是不是结算结算折 我是不是跟你算好了 是 结算前故意压低结算 你看这两天涨了多少点 我算一下 我密一下 这两天最低来到 不是最低1991啦 好不好 说1991 到现在120301 刚好涨400点 刚刚好 两天400点 两天400点 然后你看这点位多少 刚好400点喔 刚好400点喔 好 400点 然后点位87.87 今天散展87.87 有够霸气 你做空的人是 北七 这不是我说人家说 87有两种意思吗 霸气 对 有北七 你要选哪一种 霸气 霸气 嗯 而且哲哲你看有结算见转折 来看一下 你说哲不相信 是不是这礼拜怎么样 一度 跌了547点 我大家都不想看手机了 是啊 可能这一天什么时候 礼拜二 如果格分析是告诉你 结算见转折来这边 有 来告诉你这日期有吧 发财力 发财力 等一下请 请助理给我发财力的电子版 告诉你 上一次结算见转折是1月17号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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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7号是17151点 刚好是今年最低点 刚好结算日 多漂亮 漂亮 刚好多漂亮 那这次结算计算转折 前一天就先压低 因为跌太凶了 就先见转折了 应该说先见到最低点了 嗯 然后 然后呢 昨天就开始拉起来了 嗯 昨天开始拉起来 结算见转折 这句话我发明了 你知道吗 嗯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你要找一次不一样的分析师 让你可以赚到钱的分析师 实账派的分析师 我都讲在前面 讲在前面变成对跟错 怎么样 都讲在前面 有些人喜欢考试我 有些人喜欢看我笑话 扯扯啊你怎么不跟大家讲 你最近资源赔钱 我怎么没有讲 我就讲资源资源赔钱 都有讲啊 回到30到35 回到30到35剩人 这边就是什么 就是我说的商务法则 你可以再加码 本来是左侧交易 本来是右侧交易上去再说的 可是跌太凶了就要 逢低就要买了 我都讲在前面 那你们要不要记得 我之前资源两波赚了100多% 谁记得 我们 你有记得啦 我有记得 可是很多人不想记得 都会忘记 很多人不想记得 可是没关系 人在做天在看 你们知道 这次是最认真的 你们一定知道 好不好 还剩7分钟 男孩子几个人有机会 然后怎么样 拉高 开高 好不好 台积电ADR 目前为止涨什么 涨了3.41 换算台股大概有200多点 1月17号台子期结算 没错吧 没错 1月17号 1月 January 1月 来台子期结算 1月17号 刚好这一天 1月17号 有没有 这边有日期有没有 有 1751 1月17号 看不清楚 1月17号 有没有 1月17号有没有 有 最低点 1月17号 噴出去 这一次呢 你看结算日 刚好在这一次 什么时候 来 看一下我画面 看一下 这边 4月 就是这个礼拜 4月17号 也是17号 然后钱 在结算前要压好压满 有没有看到 有 今天是礼拜四嘛 对 礼拜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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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拜三前压好压满 因为明天他再喷200点 嗯 明天他再喷200点 变20500 哎呀 好恐怖喔 哲哲你都预告在前面 为什么20500 预告在前面 我那我怎么说 因为那个区间嘛 CPI的区间 他只有一天跌破 有没有看到 嗯 3.3到3.5 不如预期 每个人说要升息了 不降息了 是不是还在这个区间 是 他只有一天跌破 马上结算渐转 马上上去 天呐 全部规划好 你们不要亂七 没关系 我们来看重播 来 很恐怖喔 看完重播你就知道 哲哲真的很恐怖喔 好不好 来喔 等一下看一下有没有杂音 这是什么 4月15号嘛 15 16 17 18 今天礼拜四嘛 对不对 点缘率多少 点缘率5万多 字幕板的 然后字幕板加起来十几万 记得按赞啦 这么多人都不按赞 气死人了 这样子站的我不讲喔 礼拜一啦 礼拜一我怎么讲 来清楚喔 大跌286点 隔天跌500多点嘛 对不对 我说礼拜一 我说礼拜二礼拜三 赶快压好压满 赶快压保一下 3 2 1 压低结算过后 礼拜二礼拜三 赶快礼拜三之前 你就赶快该压又压了 可能会再一波上起 因为礼拜二礼拜三之前 就该压就压压了 对 压低结算的过程中 赶快买进 你看喔 从最低点到现在 已经赶400点 如果明天攒200点 600点 你要不要找一个 真的预告的钱分析师 要 不认识我 觉得哲哲可以调侃 你们要珍惜我欸 有时候我觉得 为什么哲哲 明明在股市中 可以赚个几千万以上 为什么要被大家笑 有时候我真的是 要不是莫名其妙坚持 真的不想当你知道吗 可是我就很享受这个努力的过程 所以我希望你们多给我一些鼓励 一些支持好不好 折粉 你们知道 你们一定知道 你们没有遇过这么认识的分析师 所以我希望你们大家多给我温暖 好不好 是不是讲在前面 没错吧 没错 是不是都讲在前面嘛 对不对 今年营收维持成了20-26% 目标不变 目标不变 是不是跟去年不一样 去年你记得好像有去年前年有三次下修财测 三到四次以上有没有印象 所以现在财测印象目前不变 那ADR呢 我问他一下最近ADR呢 注意一下 看ADR价格最实在 那现在ADR刚刚大涨4% 现在大涨大概3.11% 是不是又我说的 我的什么 我的黑夜比白天美 是吗 你美特别很怕紧张 我真是 我跟你讲你不敢讲这句话 人家就说你贴花瓶 那我骂你太凶呢 人家就说我欺负你 所以横数都是一刀 不如你就讲大声一点 就直接讲了啦 我的什么 黑夜比白天美啦 那ADR又带动他人 是不是 是的 那今天外资卖超66亿 投信买超12亿 自营商 来 数理给我自营商 今天自营商再去看一下这个事情 好不好 ADR随时我再更新看 这个强迫症 3.41 然后ADR3.57 因为我现在没办法看报价 自营商应该还是卖超 傻户利用这个时间点赶快买 所以台湾股市怎么跌 一堆人把闲钱都丢进去给台湾股市的 自营商给我 所以 然后现在很刺激 讲话的同时 为什么我这个时间录影 第一个我可以看到三大把人 的买卖超金额 我可以看到期货 对可以 期货外资的 我可以看到三点怎么样 台子期刚开盘 好不好 我的黑夜比白天美 华尔街是否把台积电视为跟辉达一样的AI股 是不是台积电ADR涨幅大于纳斯达克 非办吗 这就很奇怪了 代表是他特别注重于台积电ADR 台积电ADR涨幅又拉动台积电白 又怎么样 又大于台积电白天涨幅 应该是母体应该是台积电本身比较强 怎么是ADR 代表华尔街现在都把钱丢到台积电 华尔街把钱丢到台积电 那就不用管辞职里面的其他的鱼 什么散户 台湾散户的鱼 什么想法 他们在不在乎台积电 他们觉得过不过热 根本不重要 你听懂吗 再加上ETF 现在跟以前不一样 自营商我认为应该是卖了 来 你看今天也在卖 有没有 卖超6亿 代表很多人怎么样 在申购940 在买 你听懂吗 940 939在买 听懂吗 还有050 再过一分钟期货要拉 我们看一下 很刺激 你没有担心 哲哲你既然是录影时间 等一下我看你节目是晚上的时间怎么办 你现在是3点吗 2点59分 晚上看我的节目怎么办 你不用担心 如果大涨大跌 哲哲会怎么样 发简讯 哲哲 哲哲是会员 不不不不 讲清楚 发信息 哲哲会发LINE讯息 跟Telegram讯息 100% 非常重要的讯息 70%的文章 画面给我 会在 LINE 100%的文章会在怎么样 Telegram 所以最好办法是加我LINE以后 再加我TG 怎么加到我LINE加我TG 很简单 怎么样 点标题 点节目标题 手机拿直 点标题 有没有像今天是点台积电法说 明天攒200点 点标题 好 就有连结了 是 有LINE有TG连结 这个最简单 好不好 跟大家讲来看一下 期货密一下 期货 展45点开盘多少 问四摇一下 赶快能买期货 我觉得现在可以买 等等 这是我会员权益 我不跟你讲 其实 看开盘多少 问他们 刚开盘是成交多少 刚才有挂个点位进去 不知道怎么买到 如果 这个70点 我去70点这边送分题 怎么会这样 当然现在有正价差 因为201419 对不对 是不是有差不多 多攒110点 可是如果3%的话 应该要再攒100点 听懂吗 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波 其实做期货很好赚钱 很多人会愿意参加我期货会员 为什么你知道吗 我助理应该 刚才 我刚才不小心偷偷发了简讯 期货简讯 怎么认真3点还发 很认真 3点不是刚刚吗 我就预测啊 预测买啊 对啊 嗯 好 夜盘刊20380涨27点 哦 那好 那 全部会员 就是 是 成交在 没关系 报写 203 380点吗 对不对 我们今天有新会员 我问他问题 再看一下 哦 夜盘开20380点涨27点吗 嗯 是不是 对 哦 有没有 全部会员是成交在这个点位 对不对 是涨27点 哦 马上就奇迹出现了 再看 放大放大 哦对 20380对不对 嗯 涨27点嘛 对不对 嗯 然后4 看一下这样多少 哈哈哈哈哈哈 哎 获利出产了哦 对 我已经走了 我已经走了 瞬间 太 太让我 太快了哦 太快了吧 我说跟不上 赚50点走了 走了走了走了 诗雅 赚快跟他讲 不好意思我现在为我会员服务啊 我的天啊 我先暂停广告一下好不好 等一下进行广告 怎么快 我暗示你说奇卧可以赚哦 你不要跟我说似后话 还会重播吗 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掉重播 我刚才不是说奇卧等一下会涨 对啊 我已经下砸了 太快了吧 啊你不理我啊 恭喜所有奇卧会员 大赚 怎么办 怎么办 赶快跟他们讲 赚50点可以走了啦 可以走咯 一口就一万块了 可以走了 可以走了 有赚50点 赚50点就走了 直播赚钱 之前就讲过 赶快 好赶快 好这放大 这边看看看一下 好这边讲过 第一次这样子哦 对 直播那个告诉我 我都有暗示你哦 我刚才直播讲过啦 这送分题耶 你去想一件事情 现在就100点还是有机会啦 明天涨200点 开盘只给你涨50点不到 你不买干什么 我都给你下标题 然后我不给你买 我都台积电开1000块 我700块我不敢追 我600 我300多块都敢买 那时候跌的残 要死了 我追高反而不敢追 你在说什么 逢低买比较恐怖啊 我跟你讲 追高买 不用恐怖啊 是不是 是不是 真的很开心 赚八几点 刚才瞬间没错吧 对 瞬间拉起来 这个期货点位啦 我们给你看这个期货点位 哇 整整真的很开心耶 整整有没有开心 有 什么想法 就是很傻眼 怎么会这么快速就赚到钱 整的操作就是 快如 快很准 快很准 你看 起过一开盘的 这是几分 1.29分 1.30分 在这边 等一下喔 30分 一开盘那边 有没有 一开盘那边 开多少 20308嘛 对不对 然后现在涨了 20439了 哇 也涨100多点 怎么开 1.31 说说啊 现在几分啦 等一下等我一下喔 3.04 对喔 到现在还4分钟而已 对不起啊 4 这边 一开 20 20 20 3 42 现在436 有没有 拉上去 这边这样就80点了 哇 这样一分钟而已就拉上去了 就七八十点 就走了 不好意思 这样爆量 爆量不会是因为我叫你们买的 欸 我们叫你们买喔 这是奇货会员才有了 我走掉了喔 我走掉了喔 好开心喔 好开心喔 给大家开心 嗯 开心 证明给大家看 我们及时的 思瑶是不是恭喜奇货会员啊 发个简讯给他们 刚才手机截图给我看一下 手机截图就是真正的 就是我们看到那个LINE的手机截图 嗯 我们LINE也有讯息会发给会员 哦 是要等下传给我看一下 哦 他们恭会一下 好 我好开心 对啊 金金我刚才是说50点就走嘛 对不对 对 哦 没有错喔 那我们今天既然那么开心 我现在要转五 现在我要怎么样 听首歌啦 听首歌 太开心了 我们来听首歌好不好 好 Music 准备了喔 用AI 拜拜 再看首歌 再看首歌 哇 哇 你看就知道我没有节奏感 其中感都沒在位置上 可是我偷我的頭腦就好好不好 偷我的頭腦就好 你看我用AI幫忙創作樂曲 難怪你看台積電晶片需要它 營收了本來預測184到192億 第二季美金 184到192億美金 結果現在是預測到196億到204億美金 是不是 那代表什麼意思 本來的最高標變成什麼 變成最低標 還多4億美金 聽起來OK吧 差很多 所以最高可以差到 差一來一碗差了20美金 20億美金 講清楚20億美金 當然是億美金 20億美金 所以這等於差多少 差600多億美金 所以差很多吧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台積電營收真好 為什麼AI晶片 就是我講的 所以我每天為什麼 AI晶片需求很大 你看我每天都創作音樂 用AI告訴你 AI無眼搏劍 你不覺得這個歌很好聽嗎 很好聽 我覺得要讓你知道用AI 所以資源為什麼也不會差 AI AI而已 AI股 因為你看今年有太多利多 AI 還在需求 還在成長 還在變化 然後 華爾街又重視到台積電這一塊 因為地緣真的風險 它就會分散了 你聽得懂嗎 華爾街又重視到這一塊 所以 AI 加上華爾街資金去青睞 第三個什麼 台灣現在人民 散戶 比較認同ETF 他們受不了把錢放在銀行 傻瓜 被銀行怎麼樣 吃掉通膨 對 吃掉通膨 嗯 不是一樣吃掉他們 是被 被人家賣來數鈔票 嗯 你的一百萬 親愛的 你的一百萬過了十年後 他不是一百萬 看起來是一百萬 實際上他只剩五十萬而已 好我講的是比較誇張的例子 可是台灣的通膨越來越嚴重 越來越嚴重 你們如果二十年前有去日本 跟現在有去日本發現 日本東西變便宜了 不是變便宜了 是台灣東西太貴了 太貴了 台灣東西太貴了 好不好 所以我會跟你講 這是悲哀也是不悲哀 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強迫你投資 好不好 很開心 那剛剛講到資本支出 來順便解盤 用這個音樂來解盤 資本支出有沒有調高 沒有 所以明天要看一下 紅刊這些資本支出沒有調高的 會不會利多出鏡 如果明天還沒有跌呢 那我告訴你 那明天我要展翻天了 那紅刊會整個噴出去 這個也是或許 為什麼今天有點開高走低 或許有些人知道消息 我不管 或許有些人先利多出鏡 有些人先利多 怎麼樣 先下車再說 我都不管 可是我要告訴你 的確 大家是預期會調高資本支出 明天沒有調高怎麼辦 今天沒有調高 明天就是一個利空測試了 利空不點 才會再噴出去 OK嗎 要告訴你答案了 好 所以整個都預告在前面 還有什麼 還有你要說 他有些暗示你的電價散產要減少0.7的毛利 0.7到0.8的毛利 然後地震 地震他嘴巴說不影響 就是地震滿嚴重的 碎片碎滿地 那時候我就聽說碎片碎滿多 所有很多工程師都 都直接回來了 你知道嗎 就直接回來 一大早 直接趕快 趕快去公司 趕快去公司處理這東西 可能心情還比較開心一點 本來就要上班了 要是凌晨地震那就都不用睡覺了好不好 地震有影響0.5%的毛利 算影響嚴重 0.5%的毛利算影響嚴重 所以很多不良品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都該告訴大家這些東西 獨家想法 包括獨家想法 哎呀呀 馬上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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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喔 簡訊這不能造假的 看做得多快 來啦 期望會員們 如果我今天沒做這一筆 所有期望會員都有做嘛對不對 沒錯嘛 所有期望會員都有做喔 如果我沒做這一筆 則則直接怎麼樣 直接下台一局公 你不要害我 確定全部都有 我們要確定 所有期望會員都有收到 我跟大家講 期望會員 期望會員 大部分是以清貸為主 也有簡訊會員 我先跟大家講 這個價格比股票會員再貴一些些 我要跟大家講 這個不免強你 因為期望本來就是 高風險可是高獲利好不好 2分鐘就獲利出產大賺50點 開不開心 剛才剛做出來的簡訊 3.03分有沒有啦 真開心喔 你們不相信沒關係 說那個自我的股票會員 或期望員都知道 會發什麼 你看2點52分發的訊息 你看這今天上面寫今天有沒有 有 這是今天有沒有 幫我唸一下 好 平常盤後不會有訊息 但今天台積電法說會 優於預期 稍後3點台股夜盤 可以在20468以下做多 停損點以及呢 停利點都是50點 因為是2點52分發的對不對 對 很快 所以我的成交價格是吧 你看20多少 20468 20468 那你看 夜盤開多少 20 20380 成交啦 他還開那麼低啊 你看我還是 我是去追價 我是追100點喔 長27點啊 所以你看瞬間就拉到100點 我就賺到了 對呀 你懂不懂 我是開20468嘛 沒錯吧 是 對不對 展100多點去追啊 結果他開盤 因為我是盤前掛 我是掛展110點 所以代表我就是 要避勝 結果只長27點 剛好成交 因為我掛很高嘛 可是成交很低嘛 所以2分鐘就走了 為什麼旁偶不會有訊息 當然旁偶不會有訊息啊 旁偶我還做期貨 乾脆不要睡覺好了好不好 還累了囉 可是今天順便做 因為今天有台機電ADR 有台機電法作會 所以恭喜怎麼樣 所有期貨員 2分鐘就獲利 出場 大賺50點 2分鐘喔 2分鐘啦 現在看一下 密一下期貨 看起來 反正也不關我事現在 因為已經出掉了 我想是單充單 53點 其實還是我有機會拉 好不好 我不管啦 這不關我事 這之後我現在 載100點去追 這不是我問題喔 期貨我已經講過 高什麼 高貨利也是高什麼 高風險 高風險也是高貨利 你喜歡做期貨 你可以做期貨 你不喜歡做期貨 你喜歡穩穩的 買股票 你喜歡更穩的 像定存一樣穩的 那你就買美債 我最近聽到有個人留言啦 好像在福利市 還不知道在我節目 他說美債我受不了 我挺準的 我有看到 我覺得你在想什麼東西啊 你買美債 如果你沒有抱著 一兩年的想法 你乾脆不要買美債 我不講一碗兩碗次 那你既然要賠錢 就不要在這邊留言 因為你不算我粉絲 對啊 買美債 你是怕美國會倒是不是 美國會倒還是美債 還是台積電會倒 哪個機率比較高 台積電 台積電倒的機率比較高 對 台積電倒的機率 已經基本上接近為零了 那你買美債你都怕 我告訴你啊 美債倒的機率 比你現在錢放在銀行 銀行倒的機率還低 還低 銀行不是不會倒 可是我告訴你 美債不會倒 這不是我說教科書說的 它只有匯兌風險 你懂不懂 一些匯兌價差風險而已 你如果降息那是 基本上是必漲無疑 你懂我意思嗎 如果降息到0% 漲更多 OK嗎 嗯 懂我邏輯吧 很High 很High 2分鐘50點 來 那很多很High的 好不好 恭喜什麼 我們幸運不是賺50%嗎 賺70%嗎 幸運賺70% 不要做期貨會員 因為期貨會員 我也不想收那麼多 可是很忙 我沒有想要帶那麼多個 因為我說老實話 做期貨 其實因為像行情比較無聊 我來做期貨 我比較帶多的期貨 平常你有沒有發現 我期貨會員 我什麼時候考上 你知道嗎 猜看我期貨會員 什麼時候考上 2000年 2000 太久了 你不要說 幾歲 到底幾歲 你在講好像我 我六七十歲一樣 2007年 2007年 2007年我就考上 2007年 2080年就考上了啦 所以現在已經幾年了 17年 那你看這17年 我有在跟妳 一直說要收期貨會員嗎 沒有 所以少收一個是一個 因為期貨會員 其實壓力很大 哲哲不是那種 不管會員生死的 你懂不懂 懂 所以你要了解他風險跟獲利 如果你說哲哲 我要普通刺激的 那股票就好了 我要很穩的 買美債 美債你不一定要參加會員 好不好 OK嗎 那我剛才講過了 期貨我盤後不會發訊息 可是 如果真的有什麼大展大點 你加我LINE就好了 好不好 這就是不論是會員或粉絲 都享有權益 前提是你要加 OK嗎 OK 所以這20小時不服務 你看現在忙到連夜盤都在操作了 都在操作了 哪一天動沒聊 晚上還是發簡訊喔 喔喔 發操作簡訊喔 好不好 今天布局很精彩 很精彩啦 喔台積電法說 我們看一下今天粉絲 喔今天很多人 喔所以你去想想看 你要怎麼分析 使得手腳跑到很快 真的 副胎子跌喔 殺下來了 喔齁齊子要放黑囉 齊子大爆 欸我走囉 欸我走囉 我走囉 我走囉 牌子反轉跌了 老天給你禮物了 太厲害了 把美債當股票很難賺錢 反正很難賺錢啊 是不是 艾普 艾普都走了 唯一直播操作分析師 太強的瞬間 喔 對啊 都買兩千萬給你看 還要看怎麼看 對啊 美債買就對了 都買兩千萬怕什麼 對嘛 早就講的買美債 不要當作買股票 對啊 你停美債停什麼損 對啊你看每個人都罵 對 停什麼損我就不懂 傻傻的 除你只有一個原因可以停損 你家裡真的 譬如說家裡有急難 我跟你講我不還這個錢 我慘了慘了 我就缺這個50萬 一定要把它賣掉 我只剩這50萬 你懂嗎 嗯 OK嗎 OK 喔 我國中時期的正宗牌股是50元 才十多年基本上100元起跳 沒錯啊 所以你的100萬怎麼會是100萬 你的100萬 你以前可以買20萬個便當 現在只能買1萬個便當而已 嗯 那你的100萬實際上只變50萬 50萬了 是不是 嗯 這個那 唯一直播操作分析師太強了 謝謝 太厲害了啦 喔 這還真的厲害 其實要放黑 放黑喔 我跟你講放黑真的 放黑是不是 放黑我想再做第二次 看一下 等一下 我可以中場到我進廣告嗎 哈哈 心思在這裡 疊53點喔 中場到我進廣告 這麼快速喔 為什麼疊53點 哇 我們看一下 為什麼 中場休息 我這邊要進第二口 呵呵呵 第二次 進場 很刺激吧 欸你不覺得直播那種感覺 雖然你沒在做起誤 可是你不覺得很想知道我要幹什麼嗎 對 說不定等一下我中場休息的時間 我就怎麼樣 再做一 再做個思考 喔呦 趕快廣告好了啦 廣告好了 欸我廣告 我現在會員權益 誰叫你不參考會員 啊普通 五票會員也不用擔心 我順便要看一下 為什麼疊啊 是台積電發生什麼事情 好不好 好 休息一下 欸休息期間 看著只能很認真在帶會員對不對 嗯 你看不到來電洽詢 080668085 或者家有來私信我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剛剛呢 3點到3點02分之間 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那麼呢 現在我們到底研究出 為什麼下跌了嗎 來請教投資長 等一下 等一下我要下單 還沒 我要下單 好緊張 全部人都跟著一起 可是我不可以跟你秀 我跟你秀到時候 停準停地被你掃掉怎麼辦 我只能跟你講說 我要下單了 你要下單了 而且剛才討厭 我下單馬上要拉起來 對啊 下單了 剛才直接拉要拉30點 剛才不是跌嗎 你們不要丟我下單 你自己買 贏虧自負 很少天要撈錢給我就給我撈錢 所以其實我 期貨會員我這兩天其實 沒有什麼大動作 你知道什麼 有些有多端就繼續抱著 可是今天我就操作的比較 比較 我今天這次操作的這樣 就刺激一點 嗯很刺激啊 邊講話邊做習慧 我心房都掉出來了 這個就是過動額 你要找一個分析師是過動額 你知道什麼嗎 你知道什麼嗎 看得快 看得快理解快 反應要快 要比你快 不然你幹嘛要參加 你幹嘛要花錢參加會員 嗯 然後為什麼要四個過動額 為什麼要帶很大的研究團隊 因為說老實話 你對 把我把這個拿掉 不好意思 因為很簡單 很簡單 為什麼要一個過動額 沒有剛才可能有雜音 為什麼要過動額 因為這個過動額 可以幫你理解很多事情 理解很多想法 對 聽懂嗎 看得很快 而且它可以怎麼樣 你通常你自己一個人 你可能今天還要不要下單 我已經下兩次了 我每次十口已經二十口了 是啊 我一口賺一萬塊 十口賺十萬塊 我已經賺可能賺二十萬了 我已經賺兩次你懂不懂 你要招住快的人 你聽得懂嗎 懂 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講 為什麼很多我不建議去做單衝 不是單衝不行 而是 不論是股票的期貨 不是不行 而是 不是每一個人動作這麼快 是啊 你懂不懂 一定要有人擔 你既然不是動作快 你就說要單衝單衝 這不對的好不好 沒有關係我的黑夜比白天美 好不好 我要跟單 真的很刺激 你要跟單自己盈虧自負 你不要跟單 神機符合三無法則 神機快一點 神機符合三無法則 你最有可能要把它除全息算進去 我們來看一下神機 等一下 我們先講期貨再說 這很刺激 這太刺激了 我算再一坑就噴了 開法會了 沒有開法會 資本支出維持降 毛利又比第一劇劣降 會喔 因為ADR在漲 是不是 維持價跟哲哲 相信哲哲就好了 你去想一件事 往好處想 資本支出沒有擴增 可是營收增加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是真的很好 那資本支出沒有擴增 不代表 你一直擴增也不好 你知道嗎 好不好 您過去的愛股 愛普遇佛三無法則 我 欸 看著我 不用理 這個不用理 你過去愛股 愛普遇佛三無法則 第一個 愛普現在已經不是我的股票 照你這樣子 我可能要解 幾十檔股票 很多股票要解 第二個 對我會員完全不公平 我都已經出掉了 你一直問我 要買也是會員權益的 你知道嗎 不要再問我愛普了 會買 我一定偷私底下買 我什麼事都講 沒有分析像我講那麼清楚 你知道我剛才 在非凡的時候 一大堆人說 哲哲你好厲害 有人說 哲哲你最近資源賠錢 成績賠錢 我有佛認嗎 我在連線 我在非凡電視台 非凡YT直播 YouTube直播 一堆人問我的股票是怎樣 對 你為什麼不去問魏哲嘉 為什麼麥克風沒有好 對 對嘛 那時候麥克風壞掉了 是啊 然後每個人來問我 我還不照講 你有沒有不能記得我攢100% 我資源賺兩次賺了100% 對 是不是 可是我已經很公開了 你不然我赤裸裸 脫光光幹嘛 看我熊肌要幹什麼 幹嘛 是不是 我脫光光那我會員怎麼辦 是不是 那因為付錢給我怎麼辦 是不是 嗯 這跟大家講 OK 6月再起 會再過21500 這個我們不講 美在建議哪一哪一檔 其實現在好像 現在其實 原大的溢價也下來了 有時候溢價多 是因為他那個買的人太多 買人太多 然後他 那個主管機關 核准的 核准的 賣一點點沒有辦法 那個不是他們的問題 而是 大家太需求太旺了 會變溢價很大 那現在原大跟 國泰美在都 溢價都已經在 我覺得在1%以下都可以 0.5%以下都可以接受 超過不要買 好不好 外資賣220而已 台股賺300多點 沒有答案 不重要明天可能就買啦 好不好 來我們先來看股票 啦啦啦 趕快跟大家講 來來來 畫面給我 畫面先不要轉 那Skype不要轉 那是會員全益喔 是不是 好 等一下喔 趕快跟大家講 現在要疊了 趕快看 我看是不是買到疊的價格 像台子旗很刺激喔 很刺激 好緊張 很刺激喔 嗯 很刺激喔 台子旗 刺激 嗚嗚嗚又跌了 就刺激就刺激欸 哇 這就是期貨 真的很刺激欸 所以說你 金贈根本上不要買 嗯 為什麼買這種穩穩的也可以 嗯 是不是 也是穩穩的可以 是啊 三五八七鴻坎 還有什麼 還有我們來看一下喔 還有 還有除了這以外 那明天 因為資本支出概念股 明天是一個利空 因為大家預測會增加 所以明天是一個測試 測試 好不好 明天跌很正常 不跌反而不正常 不跌那真的會全部先噴出了 那剛才有人說中華怎麼看 我也不太懂中華怎麼看 長那麼多然後怎麼看 沒怎麼看啊 除非我講的 除非有人有跟別的 中國大陸的其他 汽車集團 有合作 可以在台灣銷售這些中國的汽車 不然都不用擔心他的地位 好不好 3005的神機 來我們先來算一下 161.5 可是他是5塊錢嘛 對不對 對 他是5塊錢的鼓勵嘛 所以是156.5 好不好算一下156.5 來 108.5 除以多少156.5 這邊大概差不多 我現在扶我三五八糟 -1 嗯 那-1 有沒有 有 有 神機有 所以神機這邊我可能再考慮再加碼 創新高拉回 創新高拉回 這點是這種創新高拉回跟利基電不太一樣 利基電是一直跌 一直跌 這個不行 這無止境 有沒有看到好恐怖 好像搞到要下台一樣 你看好恐怖 好恐怖 嗯 注意一下 等一下中國大陸現在真的是 一直為了賺錢不擇手段 不擇手段 不要說不擇手段 是個字 為了就是 好像中國市場就是沒有一個平衡市場機制 你知道嗎 面板也好 或者他們也好 只要他們生產都好像年價品一樣 嗯 搞的東西都沒有 沒有一個 標準 很像2008年之前的低論 我先砍價再說 這跟大家講 所以有些股票真的不錯 有些股票真的不行 利基電怎麼辦 利基電 像這種利基電對不對 他就不能用三五法則了 利基電一定要怎麼樣 右側交易 上去再說 有沒有 上去再說 先跟大家講 先拿去 上去再說 好不好 OK嗎 或這邊再說 來 還有呢 這是這些股票 所以 市場預期 184到192 196到 這台積電才抽 那今天要什麼問題嗎 我們看一下 我想提一提 散熱 氣質 劍嘴 喔對 今天 今天那個 今天那個 雙 那個 什麼 漆紅不錯 嗯哼 啊劍怎麼看 大家說變氣質了 我覺得沒有大家想那麼差啦 我覺得 沒有理由 他們一直長上去 它會疊 頂多就是在區間盤整而已啊 好不好 區間盤整 還是有機會噴出去喔 好不好 還是有機會噴出去 然後什麼 我們先來看一下 所以明天台積電法座 我們再繼續看下去 3 來來來來 來來 來來 來我請問一下 呃 等一下問問他們問題喔 A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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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價 看最新報價 欸沒有理由今天一直疊 然後一直漲欸 我真的覺得這邊騎過送分題欸 嗯 當然有可能不排除 明天開高走低 這是有一定距離 可是夜盤 如果我再持續3%下去 你告訴我騎台灣台紫期夜盤 不會拉起來嗎 會啊 除非這個現象 ADR就變漲3%變漲1% 可是我認為不會那麼快 你聽懂嗎 如果台積電ADR真的是 而且我跟你講喔 現在是黑夜比白天美 還是白天比黑夜美 黑夜比白天美 如果是黑夜比白天美 代表華爾街資金比較強嗎 嗯 是華爾街資金拱什麼 拱了ADR去拉台積電 怎麼樣 白天本身的盤是嗎 嗯 先拉夜盤嘛 所以今天他有可能ADR還會更強 所以我今天起誤的第二幾點 我真的認為 他是送錢給我花的 我是跟你說真的 沒關係我就預測行情嘛 晚上到時候都給我個漲個100點以上 你看我一發文章叮死 好 那些看空的 或者是說不看好我的人好不好 欸我有解 我有你到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 褶子跟別人不太一樣 為什麼褶子會有人會笑我的神機 有人會笑我資源 因為我太準了 所以我只要一不準 大家就有地方可以笑我 抓到那個 可是還有一件事情 因為沒有老師這樣子給你 喔 時尚派喔 欸下第一口就算了喔 再給你下第二口喔 對 欸都怕你笑喔 是不是 嗯 都怕你笑喔好不好 這是跟大家講 台電NDR 他們會覺得原因是因為 他們有些人看好像是 剛才好像是 好像是 負實 負台子啊 我剛才沒什麼漲 那要怎麼樣 問題是ADR有漲啊 你懂嗎 華爾街的這個 交易這個ADR好不好 你覺得是ADR 交易的比較多 還是負台子 你去想這件事喔 如果沒記錯的話是ADR 台積電ADR 因為現在華爾街也會去 交易這些東西 好不好 想清楚就知道 這邊疊是真的很扯 不應該跌 OK OK 我認為基本上是漲個100點以上的 我都敢給你留 我跟你講這個標題我就不改了 台積法說太好了 明天爆充200點 講明天喔 明天啊 我就不改 不改其次 反正現在是台子期是跌的喔 所以明天只要一度碰到200點都算我贏 沒錯吧 沒錯 來現在台子期漲還跌 我明天就跟你重播這一段 跌多少 跌14點 我賺了一口50點的馬上跌下去就再買 是不是 對 所以明天跌怎麼樣 明天只要台股給我漲200點 嗯 我就對了 就對了 就對了 嗯 喔 講話同時台子期可以跌 我剛剛說明天給你播重播 你就發現 怎麼說播重播 上次給你播什麼結算前見轉折 有沒有 然後禮拜三之前壓 用力買進 哇 真的真恐怖 來 尾串也是一樣 台積電為什麼漲AI 所以這個 啊 剛好你有說投資產那個我也算再一根 沒有現在跌太多了 要兩根 要兩根 要兩根才行 可是它還是什麼 在一個區間整理平台 嗯 你喔 這真的蠻適合股票市場 因為沒有人像我這麼過動 這區間整理平台噴出去 你要找找一個真的 實戰派的分析師 第二個有很多研究團隊 你看我每次叫Coco 然後還有小孩 PT 金金四搖一堆 好很多你沒聽到的人 是不是 還有我們政大出身的 台大的 會計師的 外資出身的 分析師資格的 通通都有 有 都是當我們的研究團隊的助理 研究員 所以這麼堅強團隊 怎麼能不能 怎麼會不選出 最強的標股呢 嗯 你要去想一件事情 好不好 我走頭上我很厲害 我會走頭上 我是工程師 我是醫生 然後呢 格罕路格桑啊 對啊 格罕路格桑啊 然後我有法律問題 難道我都自己查六法全書嗎 我不去問律師嗎 當然問律師 大家現在幾歲了 是不是 你要把錢花在刀口上 嗯 你花一些小小的錢 因為我這麼多優然團隊 這麼多研究員 交易員 嗯 那當然是很優秀的 嗯 是不是 但是績效 你覺得不會很優秀嗎 嗯 是不是 這則 這麼嚴格的 你繼續問一件事情 我們不要臨時問你 我今天律師我開會 我在氣什麼 你說 氣那個 昨天 的那個數字 嗯 講清楚 昨天節目的數字 升息前後的那個數字 不是啊 氣什麼 一個氣什麼 什麼東西不好啊 點閱 對啊 氣點閱率不好 我說我氣了多久 我說我氣什麼 氣點閱率啊 我說我多氣 你形容一下 多氣喔 我形容一下 多氣真的很氣啊 嗯 像是那個 水壺要燒開的那種氣 我不是這樣講 我說我從昨天到今天 我大概問了100次 為什麼點閱率下方 哦 對 一直問 哦 我問我自己 為什麼 也問你們啊 對不對 也問你們 問你們大概幾十次而已 有啊 超過了 也超過 所以整個就是很變態式的 其實要求自己 操作計較也好 我跟你講 有時候你們真的沒賺錢 我跟你講 我比你們還自責 對 雖然那 雖然那不是我的錢 我只是一個顧問 理財顧問 我只是一個理財 分析師 一個專家 嗯 可是 我真的希望你們賺到錢 嗯 我真的希望賺到錢 只是一個點閱率 我都受不了 你覺得 股票賠錢 我怎麼會開心 我絕對不會開心 當然股票開 股票賺錢的時候 我比你們都開心啊 嗯 齊窩賺錢 你有沒有看到 我是不是很開心 有 感受出來 我都很開心吧 是不是 因為我這邊點下去 沒有關係啦 要送 要送 送 送錢給我們 就送錢給我們 好不好 好 齊窩等一下 下午以後應該會拉起來 除非有發生什麼大事情 如果發生大事情 四姚在跟我講 好了現在幾分了 差不多了 四十七分了 世界先進 你今天反而拉起來 好特別喔 好特別 利基電是這樣 吃著炸藥是不是 蛤 利基電這樣疊啦 這個很炸 然後這個很炸 然後這個這樣拉起來 那 那代表這個產業 不是每個都爛嘛 那世界先進 有機會再噴出去好不好 所以我不論對貨錯 我一切一切遇告前面 哲哲 都遇告前面 你看喔 不論是星雲 亂七十% 對不對 對 是不是 是的 然後咧 然後星雲第二 怎麼樣 紅坎再創七個多月新高 股價連三紅嗎 沒錯 是不是 是 喜歡持股或利序 不知道是11點多的時候 雖然這樣拉下去一點點 可是明天剛好是最後測試時間 最好的最後 最好的測試時間 幸運第二也是紅坎 也是什麼 資本支付台積電 資本支付概念股 一個賺70%以後再買紅坎 然後開始就怎麼樣 連三紅一直漲 一直創新高 預告在前的分析師 就連期貨我也預告在前 第一筆馬上兩分鐘 今天兩分鐘就簡訊就 就出來了 你們覺得很誇張 是不是 是 兩分鐘就獲利出場 大壯五點 你去想看你要漲分析 想清楚想明白 明天台灣股市 非常機會漲200點以上 如果真的如我所料 晚上你看出來 哇這個 夜盤真的拉起來 我折折 剛才那個起我 繩子操作 真的神 神來一比 真的神來一比 我要跟隨你 那歡迎來一下錢 080668085 加爾賴視訊 台灣股市又回到 200200到21000點 這是區間整理品牌 又是符合我推背圖 一切一切我 預告在前面 去想看你要承認分析 也預祝各位 能夠賺大錢 謝謝 投資長的神操作 短短兩分鐘 就讓我們期貨會員 賺了50點 如果你也想要 這麼神的操作 也想要跟我們一起進場 星雲第二 或者是星雲第三話 電話趕快撥打 0800668085 0800668085 我們下次見 觀眾朋友注意喔 最近詐騙盛行喔 我只有三個官方帳號 除此外都不是喔 LINE 小組 S178 HERWIN 官方頻道 小組 A178 178 HERWIN 私人帳號 小組 S178 178 注意喔 我沒有什麼前面是Z的帳號 或者後面是A的帳號 這些偷偷假冒 最後是三個帳號 謝謝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很有趣的 覺得有深度的 還蠻準確的 歡迎按照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小鈴鐺 記得按全部接收喔 還要加我們的LINE 以及加我們的Telegram 我們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灣最大的一個財經頻道喔 謝謝各位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列車 這邊 這邊 感谢观看